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的时候有个机会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也让弟兄姊妹们来认识我 那徐春平名字你们知道了 我是71年出生在老教室上海的 那么上海男人很有特点的对不对 我太太比较吸引你 那么我是94年大学毕业 以前我是学工科的是化工机械 上海华东化工学院我不知道突然有没有校友 我96年去新加坡 然后在新加坡的时候有机会第一次进入教会 那么很短的时间我就新竹了 我是97年 97年年底新竹的 然后98年年底受洗 然后99年就来到加拿大 在一起就去了这个Edmonton 那我是探亲 我太太先为一步 她去留学我是去探亲的 那么从02年到05年 我就在Edmonton一个先生叫做戴德森神学院 Taylor神学院 在那边就收神学的装备 那么06年的时候呢 就出来制堂 制堂的方式跟我们这边的 我们这个教会非常的类似的 就是在一个英文的教会里面 我制了一个国语堂 制了一个国语堂 那么一直到去年 一直到去年 所以我看到你们这个 敬拜的这个场所 然后这个规模 我是心有气气也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 因为我太太这个身体 经过十几年在Edmonton的 这个严寒的催炼 积累的寒息太多了 她说不了了 所以她的身体比较差 那么所以我们一家就 也是经过一年多的 这种也是祷告 然后预备 那么换一个地方 那加拿大可能就是 这里是最暖了 这里最暖了 所以我是 就今年的二月份 我才到那个华夏 那我想公牧师 你们都非常的熟悉 然后李新美牧师 你们也很熟悉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同事了 那我在华夏的南堂 就在多大里面 多大里面我做南堂的这个牧师 那么一个太太 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今天我岳父岳母 也是一起来了 她们也是去年十二月的时候 是搬好了移民 所以现在跟我们住在一起 那么其实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花铁卢 第一次跟弟兄姊妹们见面 其实我们自己在越远 要回溯到之前 因为我跟弗里西亚 她的姐姐 姐夫 好几年之前就认识了 她们在阿尔伯塔 北边的那个城市 我跟你们其实不陌生 好 那今天呢 我是被布置作业 被布置作业 那么因为我之前有问到 弟兄要讲什么内容 那么说按照这个顺序 加以上 加以上 那开始之前呢 我想和在座的 我们是中间有年轻人 有中年的 那么也有稍微年长一点的 我想我之前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 你我最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 是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有没有人比较喜欢 比较取得一点的生活方式 有没有 比较取得一点的 可能比较少哈 除非一个人活得太顺利了 想找一些刺激 正有这样的人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叫做 甲方以方 有看过啊 这个那个冯小刚的那个贺水片吗 其实甲方以方里面有一个大老板 他说我天天吃下麻棒 天天这个应酬 我觉得 对于这种生活实在是烦透了 烦透了 那他的当时 他就想找一点曲子 想去哪里呢 就想去这个荒郊野里 那种地方 天天能够出茶淡饭 真的有这样的人 真的有这样的人 那我想可能更多的人的话 可能喜欢 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比较轰轰烈烈的 对吧 我想在这中间我们还是有不少的年轻人 对吧 总想这一辈子不能白白都过 不能造就一番丰功伟业的话呢 也是要什么 至少干一件事情出来 对不对 否则的话可能觉得一辈子太 会不会太窝囊 想烘烈烈 对吧 我们在这有没有 或者曾经有过这样的话 那种 肯定有 只是你们不好意思回答 我也不要你们举手 我们在座的听众准备 或者朋友们 想过想要平平淡淡的生活方式 也有 那我想 尤其是我们在座 人到中年 或者中年以上 可能更多的会什么 会不会倾向这种方式 我想可能 肯定会有不少的人 是这样的 那今天好 我是讲那个以撒 要讲以撒 那我就比较了一下 我发现以撒是最难讲的 就比较以色列的三组当中 就是亚伯拉罕 然后是以撒 然后是什么 雅各 以撒是最难讲的 因为经文 圣经对以撒的记载是最少最少的 最少最少 所以我帮 当我把这个玻利能打出来以后 我发现下一周的讲集和经文是出埃及籍一到四早 没有完全的按照 我以为是那个下一周应该是讲亚伯 结果不是 我觉得很亏 我应该自己想一个题 我觉得讲一下比较自由一些 但是这也是一个功课 那讲到以撒的一生的时候 我们很简单的先来看一下 那以撒的一生 我觉得以撒的一生的特点的话 首先它是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同时是这样 一个相对非常平静的一生 平静的一生 那我们看这个创世纪 创案创世纪 那以撒 讲到以撒的这个经文的跨度的话 经文的跨度的话 是从 可以从 是从二十一章到三十五章 那其实跨度的话 好像也不少 有差不多十五章 你一下子把我打出来了 那我就没有秘密了 但是 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真正就是 以以撒作主角 那个应该主角吧 不是主角 主角 陈佩斯也有一个主角和配角 以以撒为主角来描述的经文 只有一章 是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 对 所以他大部分 其实都是以配角的 前面是以谁为主角的 亚伯拉罕为主角的 然后中间一段 是以他老婆为主角的 等他孩子出生以后 是他孩子为主角 只有二十六章 是以以撒为主角的 以撒为主角的 那今天我们要先看看 以撒的一生的话 他其实差不多可以分为 七个阶段 主要是分为七个阶段 那个时间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推算的话 差不多是说 在公元前二零六六到一八八六 差不多在这个 整这样的一个画度 那么首先 我们知道以撒他是应许而生 对吧 应许而生 在《创世纪》 经文是主要 我这个是比较简化的 在二十一章当中 是看到以撒是应许而生 那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 我想这个是上一次应该公牧师 他讲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 他应该会比较详细的讲到 然后当时他的妈妈是九十一岁 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对应 他的生命当中比较重要的 那就是他的 就是试炼备献 试炼备献 就是试炼备献的话 那我觉得二十一章 他肯定不是以撒 所以我把整个的画度 就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那么这是一件 对以撒的生命当中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主要是 试炼的是谁的心情 释迦伯拉罕的心情 那么 然后接下去 就是娶妻释怀 娶妻释怀 在二十四章当中 当时以撒就 前面强忍 以撒就是备献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差不多 该十岁左右 十岁左右 他是一个童子嘛 但是我们看到 在一路上的时候 其实亚伯拉罕把那个柴火 对吧 柴火是放在他身上 让以撒自己背着 所以那个时候 应该是在十岁左右 也不会太小 不会两三岁 那么到了第三个 叫娶妻释怀 娶妻释怀 因为那时候 他的妈妈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 那么 还是他父亲给他 娶了个妻子 就是利百家 对吧 利百家 然后呢 是什么怀呢 可以说是母怀 经文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以撒知道 娶了利百家以后 才怎么样 得了安慰 得了安慰 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们看了 就是以撒的他的性格 就是说 或者是跟雅各有一点点的 这方面跟妈妈非常亲 对吧 非常的亲 然后就在二十五章当中 我们就看到 以撒和利百家就得了双生子 得了双生子 是以撒和雅各 但得了双生子以后就很闹心 那么闹心最多的是谁 是利百家 利百家闹心比较多 当然以撒也有 但不像这个妈妈这样闹心 好 那个时候是以撒是多少岁 有没有印象 得双胞胎的时候以撒是多少岁 六十岁 他是四十岁结的婚 六十岁得的孩子嘛 对不对 因为之前一百家 因为不孕就怎么样 有什么 抱怨 有抱怨 所以以撒也是为他的太太道道 同时也告诉太太 让你生孩子的不是我 OK 好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么 其实在他 在他妈妈去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是差不多是在三十六岁的时候 三十六岁的时候 这个是在 我们因为我们要回处他的生命 然后在二十六章当中 也就是唯一一章以以撒为主角的 这一章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 就以撒是重蹈覆辙 这个姿势我创的 小心 这个覆辙 就是他重蹈了父亲的什么 卵弱 对吧 他再一次就是在跟那个 菲利斯王 雅比尼勒 像他什么 撒谎 而且撒的谎 是跟他父亲撒的谎是 一样 一样的 他也是怕 到了菲利斯人的地方 因为 利百家也是很漂亮 所以 漂亮老婆的弟兄 要小心 所以说 这是我的妹子 也是我的妹子 这也是一个软弱 一个软弱 那么 然后 从二十七章到三十三章 整个一个跨度的话 其实主要是讲的 以扫和雅各 就是这两个弟兄 那从父亲的那种 就是两个儿子之间的 真真和和 最后当然是 结局还不错 结局还不错 但是我相信 作为一个父亲 在看到这个 两个儿子这样的 纷争的当中 他当然不好受 不好受 那么最后的话 在三十五章当中 经文就记载到 以撒是最后 可以说是 寿终正起 寿终正起 那么 他一共是活了 一百八十岁 一百八十岁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以撒 他一生 差不多是这样的 一个七个的阶段 七个的阶段 那么 从真的是 我们看到 跟亚伯拉罕 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 跟他的儿子 尤其是雅各 比较的 我们看他的一生 基本上就是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简单 对吧 非常简单 就是 以撒各个方面 他都很简单的 他的 首先很简单 很简单的是什么 他的婚姻很简单 他的婚姻简单 很简单 刚才我说了 我的婚姻很简单 大家都笑了 你们笑 笑我的话 你们觉得 这样说挺不正常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看 以撒 他的婚姻简单 当时正常不正常 也不正常 为什么 以撒几个老婆 一个老婆 一个老婆 在当时可不太正常 对吧 是不正常 但是又是很简单的 对吧 他的婚姻很简单 只有一个老婆 一百家 你看亚伯拉罕 几个老婆 我们一般以为 亚伯拉罕只有两个老婆 还有一个 几十万 那 亚伯的老婆就更多了 对吧 亚伯的老婆更多 所以我们看 他的婚姻首先很简单 就是准备 我提这个是有用意的 那他的子女 其实也蛮简单的 对不对 子女 他就几个孩子 就两个孩子 你看他父亲 他孩子 多比他大 这个孩子要多得多 就是双胞胎的以撒和亚伯 然后我们看 以撒的这个经历 非常简单 我们在座的 百分之九十就以上的人 比我们的经历 比以撒的经历 都要复杂 以撒一辈子没有出过迦南地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从他出生一直到死亡 他一辈子没有出过迦南地 一直留在运气之地 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是从吴尔 然后哈兰最后到了什么 加南地 但中间还什么 因为饥荒的缘故下过埃及 雅各也是 雅各去老 为了去老 去老夫的缘故 去到北上 巴战亚韩 然后后来又去哪里 埃及嘛 对吧 他是实在埃及的 但是只有以撒里 他 他的经历简单不简单 真的是非常简单 一直留在应许之地 听用准备们 那我再问一次 简单的生活方式 我们愿意吗 简单的生活方式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他的特点就是什么 非常的平静 非常平静 这种平静不是 不仅仅是外面的平静 我相信也是包括 他里面的有这种平静 首先我们看到 以撒的一生 基本上没有大起大落 对不对 没有大起大落 无论是从他财富方面 或者其他方面 他没有一个大起大落 没有大起大落 然后我们看到 就是说他与人相处的时候 基本上是与世无争 对吧 基本上是与世无争 当然我们也许我们会想到 因为以撒的缘故 以施玛丽 包括他的他的妈妈夏甲 就被怎么样 赶走了 那不是以撒的原因 对不对 那不是以撒的原因 我们看以撒其实后来 跟以斯玛丽 尽管从来没有记住 他们中间有什么冲突的 最后他们也一起把父亲 埋葬了 安葬了 我们特别是在二十六章当中 尤其是看到以撒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的平静 非常的平静 尤其是他在跟那个斐利斯人 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 那一段相处的时间 你看当雅比米勒要求他离开的时候 以撒也没有说什么 他没有说什么 以撒就离开了 然后两次 两次 为了井水的缘故 那当地的斐利斯人 要和以撒的牧人去争这个井水 以撒也没有说什么 以撒都没有说什么 以撒就主动的什么 主动的放弃了 当时放弃一口井水 那真的不容易了 真的不容易 我想这个难度可能要比今天我们放弃一份 我们很喜爱的专业工作更难 因为直接前涉到这个活命的问题了 财产的问题 然后后来我们看到当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看到这个以撒蒙神的祝福 他就知道以撒的后面有神 所以雅比米勒愿意与以撒来立约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以撒也是什么 清平气和的就跟他来立约 就跟他在立约了 如果是我的话 看看你也有今天 你以前怎么把我赶走的 你想今天来跟我立约 所以我们看以撒的在为人处事上面 他基本上是 他有里面的瓶颈 他才会有什么 外面的瓶颈 我们人不是说你去了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心就会能够安静下来 那外面环境的安静 对我们里面的安静 有时候会有有没有帮助 会有帮助的 如果今天现在我们一起在 听到的时候 外面这个锣鼓声声 那我想会影响我们 但是更重要的是 其实是我们里面的安静 那是最最主要的 因为只有外面的安静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里面可能是心潮在澎湃 对不对 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 搬来不去 那你说外面安静吗 非常安静 但是他里面静不下来 所以听众子妹们 就是以色列的三族的话 我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个人 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最喜欢将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现在我们心里大概比较一下 你最喜欢哪一个 就我自己而言 我以前是 现在也是 我将来我不知道 我最喜欢的就是以色 真的 你看我的心里当中 徐春平嘛 有一个平 也会平 所以我以前 我跟弟子妹们有分享 我说我的目标 是四平 东北有一个叫四平 我知道这个名字 是看那个战争的 对吧 四平啊 有没有人从四平来的 那我说我的目标就是四平 什么四平呢 前面两个是平安 平静 我想这个人每个人都觉得挺熟灵的 那后面两个二平可能不一定很熟灵了 尤其是你说作为一个牧师 后面两平是什么呢 平淡和平乏 这真是我的人生的目标 我愿意平乏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会 我们教会几年了 没有元老吗 有没有十年 还不到十年 五年半 哦 五年半 那基本上跟我们 我原先的教会 基本上很类似 五年半 我想每一个教会可能都有一个目标 会不会 尤其是到周年的时候 如果有牧师的话 牧师就会面临一个压力 要给教会设立一个目标 尤其是像五年啊 十年 五年十年 但是 弟兄姊妹们 不管是教会或者是我们个人 射灵目标不是坏事情 对吧 会不会坏事情 不是坏事情 但是有时候射灵目标 目标会成为我们的什么 捆绑 会吗 会成为我们的捆绑 有时候我们真的 如果说我们的生命能够相应 以上来 我们能够先安静下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你自不自定目标 我真的觉得不重要 我们不在乎说 我五年之后 教会一定要达到多少人 这个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什么 弟兄姊妹们 是我们今天 我们自己跟神的生命 是怎么样 这个是最主要的 其实教会的人数 是教会主自己加天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教会的人数 对你 当然说 那我们要什么 我们如果不去做的话 人就不会来 好像是这样 但是 如果我们太强调这一点 这个会成为我们的捆绑 而且我们的服饰 不见得有真正 熟灵方面的果效 我们也会做得很累 我们如果先从里面来看 如果我们真的是 我们自己能够在神面前 能够先安静下来 我们会不会去做 我们一定会参与服饰 一定会参与服饰的 所以这个正是 正好是我上一周 我在华西亚南岛和弟兄姊妹们 有其中分享的 其中的一点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就是我们服饰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 像马大一样 服饰个什么样 忙乱起来 因为今天整个 你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私人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忙 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你们觉得忙不忙 哇 你们都不忙 你看小城市的生活 就有这样一个好处 对不对 不忙挺安逸 是不是 不累哈 那我太羡慕你们了 我这个一年以后 我重新申请教会 真的是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说今天哈 撒旦哈 根本不用来什么 来欺骗啊 来诱惑 把一个静果放在你的面前 根本不需要 撒旦只要用一招就可以了 就让你什么 就让我们忙 你忙了以后 你心就乱了 你就乱了 你在教会这么服饰 可以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你心里不能静下来的时候 你以为做很多的事情 不一定什么 神说喜悦 对不对 那神看重的是 我们的生命 不是看重我们的什么 服饰 我们以为 我们以前 我们有时候有一种错觉 就是说我们不做事的话 好像神就完了 神的国度就不会扩张了 错了 神是要我们的命啊 祂不要我们做事 圣经给我们看了一千二十所 对不对 当保罗在雅典 像那些雅典人 也是步道的时候 创造天地的主 他其实创造天地就是什么 就不用人所服侍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无论是在旧约 无论是在新约当中 尤其是在旧约 在以赛亚书 神也是借着以赛亚来告诫 来骑行以色列人 是吧 你们得救在乎归毁安息 你们得利在乎什么 平静安稳 对吧 平静安稳 我觉得这个平静安稳 这个合合本翻译的不是非常直接了当 最直接了当就是说 你们得利在乎安静和信靠 安静和信靠 因为姊妹们 我相信我们像这样一个比较小型的教会 很多弟兄姊妹们都会参与服侍 对吧 越是小教会参与服侍的比例就会越大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 有时候会造成一种危险 就是让弟兄姊妹们忙 惨 很忙很累 教会的事工有时候 一旦不注意事工会越来越多 我们很少看到教会的事工会精简 对吧 通常会越来越多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羡慕以赛 不仅是在教会当中 在我们的外面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事业当中 我们可以设立一个目标 这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 达不到这个目标 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就会很危险 我们就会很累 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像以下那样 像以下那样 可以来有 愿意过一个简单和平静的一生 有时候你愿意简单的时候 你的生命反而什么 不简单 对吧 不简单 为什么 下面我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第二点 第二点 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 以撒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一生 以撒的一生是接受和享受的一生 为什么说以撒的是接受 首先是接受 我们从四个小点来看哈 首先来看他的出生 首先看到他的出生 他的出生是不是接受的 其实这一点我每个人都一样 所以出生的时候父母都争取过你的意见 来 春平你要不要来到这个世界 对吧 所以我们说出生是没得选择 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那以撒的出生 他没得选择 而且这不是他父母商量的结果 这是上帝包办的 是不是啊 以撒的出生是不是上帝包办的 是的 是上帝包办的 那我们来看第二点 很重要的婚姻 婚姻他是不是接受的 我所谓的接受就是有一点点被动的那个意思 是不是 是啊 他父母是谁包办的 是他爸爸包办的 他爸爸就拍了一个老夫人 就什么 就去了 要在拿货的这个子孙当中给他娶一个嘛 就娶来了利百家 有没有争取过以撒 不是以撒 以撒根本没有去相亲啊 他跟利百家第一次见那个时候 已经到了哪里了 到了嘉然地了 对不对 利百家远远地看见 那个时候 以撒在那个田间嘛 他就在默想 灵修 然后利百家远远地看见了 问那个老夫人 这个这个是谁 然后老夫人说 这是我的祖宫 然后利百家马上就 下马还是小骆驼 我这个话 马上就去跟他相见 然后他们就结婚 以撒就得了 所以你看他婚姻 从婚姻的角度 他也是什么 他是一个接受 他的财产是不是接受的 是不是 你们都不敢回应的 我一本讲到 我希望我们是上下有互动 有回应的 这样你们就不会想着 等一下中午吃什么饭了 是不是 是的呀 你看他的财产 主要是来自谁 是来自老爸的嘛 富二代 富二代 当然后面也有神的祝福 对吧 尤其是在那个 跟雅比尼勒 在二十六章当中 我看到神就大大的祝福他 他的田产是有百倍的丰收 但是他也是接受的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个 他的环境 他的环境是不是接受 也是接受 对吧 也是接受 你看 以撒他很少有这种 主动的什么 我提前我做计划 以后又怎么样 唯一有一次 他也被神诛使 就是二十六章那个 他本来想去哪里 本来他想去埃及嘛 然后神就跟他什么 神就跟他显现 你不要去埃及 对 后来他就吃了那个鸡了 我看到 我们看到他跟 刚才也讲到一点点 他跟雅比米勒的付出 付出当中 雅比米勒叫他离开 他就离开了 他就离开了 所以我们看他的环境上面 环境上面 他也是就是接受这个现实 弟兄们 接受现实容易不容易 可不容易 可不容易 接受一样是可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 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是 尤其是我们都现在罪行当中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 自我中心嘛 弟兄姊妹们 所以我们人 尤其是信主以后 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非常顺的一点就是 一定要学习一个 就是一个 首先是学习一个谦卑的文科 所以八国的第一股就是虚心的人有无人 自我或者叫自大 自大一点就是什么 我怕你们知道 自大一点就是那个臭 对吧 我们人有时候我们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而且是很难 就是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目前我们自己的 生命的一个现实 周遭环境的一个现实 我记得我以前 不信主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这种 怨气 怨气 尤其是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看到人和人 这个关系怎么这么复杂 我就因为我就 我真的是从小就喜欢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就要说话能够直接一点的 不要 就是说这一层意思后面还含着那下一层意思 这恰恰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 然后中文又讲人情 所以我就当时我真的是有很多的抱怨 我说为什么人这么复杂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 我努力的干 但是受到表演的是别人 当时有很多的愤愤 很难接受 就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包括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很多东西 还是没办法接受 你觉得我太远了 为什么我是女孩 或者是为什么我是男孩 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一些比较年长的 这个叔叔阿姨 为什么我经历的年代 你看 差不多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末就是什么 饥荒 然后紧接着就文革 我想上大学 我一辈子都 没上大学 不是我不聪明 或者说我的专业很好 我读书的时候学习非常好 但是现在我始终没有达到一份 比较满意的专业的工作 我想我们可能有各个方面的 或者是现在就在今天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有一些比较难接受的一些东西 会问 为什么我的老公不是上海人 不过说 为什么我的老婆不是山东人 他们都说山东的老婆是最最好的 叫我老婆是山东的 天作之和 老婆是上海的 老婆是山东的 我也觉得 还是有问题啊 还是有问题 我们总能够发现我们的周围 我们的生命当中 甚至包括我们的孩子 我们会有一些东西我们很难接受 当很难接受的时候 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么一样 我们的心里就会什么 不好受嘛 对吧 不好 肯定你不好受 你会有用气 你会有怨气 你有什么气 反正都是不好的气 然后我们的 首先我们的灵力的生命可能是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的身体有些就会出现问题了 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中医我们都很熟悉的 我愿不肯定这方面很熟悉 你看 气伤肝 对 忧伤肺 反正你这种不好的这种气 都会对我们的身体也会造成什么 负面的影响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看 学习中接受 弟兄姊妹们或者朋友们 你今天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 如果这个环境不是很异响 上帝就不知道 上帝知道了 我不是说上帝就是安排的 我不是一个说明论者 我不是说 但上帝知不知道 在上帝没有意外嘛 对吧 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对他来说 在上帝不意外 我们的未来 上帝也知道 因为这是上帝的神性 我们不能怀疑 一怀疑的话我们的心想就有问题了 所以就碰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能不能像 学习一首 学习就是一个接受 你先接受 接受了不等于 我就 什么也不做 什么也不管 也不用求 那那那那那那那不是 千万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以为我接受这个现实了 我就是一个 叫做什么样 只是一个等待 那不是我们接受我们还可以求 是不是 听说准备吗 我接受这个现实 比如说我接受我老婆做菜 不这么好吃 我接受这个现实 但我可不可以为他祈求 当然可以嘛 上帝啊 求你给我老婆有聪明智慧 在做菜方面 可不可以 可以 第二个我现在不是跟你们刚才在开玩笑 我只是用比较很生活化的例子 可以的 就是说你接受现实 不等于我们就不要有任何的作为 不是不是不是 可以的 我们任何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 当然我们的求 这一点我没办法 没有时间去展开了 是一种交托的求 对吧 因为你不交托的话 还是等于没有办法接受现实吧 对不对 我明天我老婆做的饭菜还是不好吃 那怎么办 上帝你说话不算数 或者上帝你不爱我 那不是你还可以继续的求 对吧 你还可以继续的求 但是要继续的求 这是一种真正的一种接受 这是一种接受 当我们学习接受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天开了 当我们学习接受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就更加的容易什么 看到上帝的作为 听众子妹们 上帝从来没有远离我们 对不对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过点 他在我们身边的能够 所以我们常常的会 说基督徒有时候很容易会抱怨上帝 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很大的功课 那一旦学习接受以后 我们人就很容易学习什么 享受 对吧 你不接受 你想享受 没门 你家里有豪宅 三千尺 应该是 就前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来嘛 然后去看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就跟我们讲 他说按照一般就是 多伦多 我不知道这里 如果夫妻双方多做工 标准是三千尺 如果一个人做工 两千尺 这里多少 没关系 但是不管两千尺 三千尺 我们看太多的人住在豪宅里面 怎么样 能不能享受 没办法享受 反而是那个用了 很享受 你们听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太多那东西 可能是对他的配偶的 可能是对 因为你的房子 三千尺的房子 人家还有五千尺 对不对 你不能接受 你就没办法享受 我们看这个以少的一生 我觉得他是蛮享受的 至少比他的儿子 肯定要享受得多 因为雅各自己说了 雅各去去见那个法罗王的时候 他自己说 我的一生的日子是怎么样 苦短嘛 不及我的力 不及我的力 因为你不接受的时候 就像雅各 这个肯定是你以后 以后会有其他的牧师 会来讲雅各 我想讲雅各呢 太精彩了 雅各就是什么 去抓嘛 为什么拼命去抓 因为你目前不接受嘛 不接受你就去抓了 对吧 你就想尽办法用人子聪明 骗父亲 骗上人 骗老婆 所以你就会随随便去骗人 但我们看以撒 他很简单 很平静 能接受 我也相信他享受 当然不是说他的生命当中 完全凡是胜利 那也不是 至少他的两个老儿子 就稍微有一点问题 但他总体而言 我觉得他应该是能享受 真是 去年应该是前年 前年那个时候 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 这个弟兄跟我们是 当时一开始就是一起去职堂 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很多年 我们一来就认识了 他受洗也有很多年 但在前年的时候 他主动的要求 要来上面做一个见证 做一个见证 这个弟兄其实从外面来看 基本上是属于五子登科 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 都是五子登科 帽子 票子 妻子 儿子 房子 什么都有 五子登科 但这个弟兄 他始终没有办法接受 他自己 目前 他觉得生命太平淡了 他总想做一点什么事情 所以他总是有 生命当中有很多抱怨 直到有一天 我相信这是上帝来感动他 让他看到 他觉得妻子 也不是完美 孩子也不完美 工作也 事业也不完美 什么都不完美 直到有一天 上帝 我相信这是出于上帝的感动 就让他 有这样一个看见 如果我拿到这一点 你怎么样 你觉得你的老婆有很多的问题 如果我把你的老婆拿着 他突然 突然就是真的是 心一下子变大了 就有了一个感的心 他觉得就是 那种内心就感觉到 原先原来他 在接受上帝的恩典 是这么的多 那以前不是没有 而是什么 因为他看不见 所以他很动不 那他动不的时候 你的家人能不幸福吗 那不可能的 对不对 当我做一个老公 成天有这种忧怨的时候 能指望我们的孩子很happy 能指望我们的老公很happy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喜乐会传递 这种埋怨也会传递 对不对 没有你会传递 所以从前点 他其实受信时间蛮长了 但是他之前就是 就是在灵里面的这个生命 始终就像北里 这一点他其实他自己意识到 自己意识到 他跟我讲过很厉害 他说 哎呀孙平 你觉得我像得这样 而且从一开始也参与出事 他会叹息体 他说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 那我这样是鼓励 我鼓励他 因为改变他的不是我 对不对 那至少这是一个机会 让他一直在神的国度里面 参与一点辅士 直到有一天说 对上去改变他 那我一直是鼓励他 我说没问题的 但是他前年做了见证以后 这一年当中他的变化 我真是打心眼里 就看到他的这种改变 然后 前一段时间 就在上个月 因为我还能接到他们的email 他们忘了把我的name给 erase掉 在这个历史里面 我就看到这个弟兄发了一封信 原来今年他要 我们那边每年有个夏令营 今年他做夏令营 我们教会的联络人 就负责登记一切的事情 我当时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很简单的 我这个人不爱写字 很简单 我就是说弟兄我看到你的这封信 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就看到他一年的改变 尤其这种灵里面的这种改变 看到他生命当中的这种平安 然后这种给了感恩的心 请问者妹妹 我们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现实吗 如果不享受的话 那问题在哪 啊 问题在我老婆 因为他做外不好吃 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自己 对吧 你们都不同意 那问题就是别人吧 真的 哎呀 不好吃没有关系嘛 咸淡了你放一包 你可以拿盐嘛 放酱油 对吧 淡了就少吃两口 咸了就少吃两口 是我们的心里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看外面的人 人人都有问题 那人本来都有问题嘛 那你自己有问题 在你双重的 在家里里头 这个效果就更加的什么 更加的重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中国人叫架架有一本什么 难念的经哈 当然我们中间还有独生的单身的年轻人 脏气蓬勃 很好 但是我相信你会在生命当中 一定有挑战的 有没有 一定有 我在 我现在自己老卖了 我不卖了 真的 我们看传道书 其实传道书 我真的直接引用了一节 传道书前后有五节讲道 前后五节 你不信你知识是差 就讲道 如果我们在今生的日子 能够享受日光之下 劳碌得来的好处 这是神的祝福 这是神的祝福 但今天很多人 我们就是没有 时间 更没有这个心 能够来享受 我们劳碌得来的一切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是什么 虚空 那就是虚空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但是上帝 上帝创造 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家庭 有吃喝 不是让我们只是虚空 不是让我们只是虚空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 我们能够 接受今天的我 这是一种福气 能接受是一个福气 对不对 能享受更是一个福气 真的 真的 我们刚搬来 感谢主真的是 我们又搬在那个安特勒福边 哎呀 蛮好的 站在羊群上就可以看见福 福光三色 你们这边有三好 那不叫山丘陵 对 因为什么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 美丽的地方 但也有它什么 不是很好的地方 对吧 那湖边封大 实际是关键还是我们的心 我以前真的是遇到这个朋友 对我的印象太深了 对我的印象太深了 有很大的提醒 他以前住在Winni Pack Winni Pack 后来他就在去到那个 在那个Edmonton 我们曾经在我们家里住过几天 他到了Edmonton 他就说 Edmonton不好 Winni Pack比较好 他会快到吗 他不快 后来结果几个月以后 他又回去 Winni Pack 然后跟我们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 Edmonton好 Winni Pack好 所以他还是不快乐 他还是不快乐 我们能够今天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的快乐 其实有一本书很有意思 如果没有看过的话 值得去看 快乐是一种选择 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选择了不快乐 尤其是当我们把目光从上帝移开 来看人的时候 你肯定不快乐 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 你看到环境的时候 环境已经不完美了 到处都可以有不快乐 但是我们是可以快乐 上帝不希望我们的一生 他是优越的一生 他是喜乐的一生 对不对 喜乐的一生 这个喜乐不用天天笑 当然你们今天蛮喜乐的 至少在刚才的半个小时内有好几次的笑声 你不笑你就亏了 这不是很好吗 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喜乐 因为时间的半个小时 我要赶快进到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我们来看以撒的一生 其实以撒的一生也是他预表和传承的一生 这个预表和传承也是 是以他对上帝的信靠 首先他预表什么 在以撒的生命当中 其实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 对吧 我们可以我们看到那个经文 这段经文我相信上次公路是跟你们已经讲过了 但是讲到以撒的时候我还是想想踢一下 还是想想踢一下 当时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 上帝就自己预备了一只公羊 然后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当中 那我们知道 这个羊是预表了什么 预表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对不对 在英文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那以撒的生命其实也是一个预备 我相信在这段的经文我们都非常的说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 更能够体会上帝的这种恩典 对于亚伯拉罕来说 他生命当中最最宝贵 最最不能舍掉的东西是什么 是他的儿子嘛 对不对 你看他一百岁老来得子是很容易什么 李双江嘛 你们现在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你越是老来得子 你对这个孩子又越是什么 越是宠爱 对亚伯拉罕来说 你财产 或者是老婆 几十年都过去了 那我相信以撒绝对是他生命当中的自爱 就是从人的角度 财产的根本就说了 但是 亚伯拉罕 他还是愿意来暴露 我相信亚伯拉罕肯定经过挣扎的 虽然经文没有描写 但是当亚伯拉罕甘愿把以撒献上的时候 上帝就不仅仅保留了他的这个儿子 而且是吧 再一次跟他坚定跟亚伯拉罕这个利益 其实当我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其实上帝在说什么 我觉得上帝是在说亚伯拉罕 你愿意把你最心爱的儿子给我 那我就愿意把我最心爱的儿子给你 对吧 那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会不会有这样的挑战 我们也会把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舍不得给上帝 就说主啊 这一台东西你千万别碰 你痛了我就不高兴 会不会 我相信可能是有的 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可能隐藏的 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这种的形态 所以我们常常对上帝会复杂 上帝为什么我失业 有的基督都说过 他什么都可以不要 他的事业一定要要的 真的 如果一旦有任何的东西你是放不下 不能交托的 那个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们在做很多做父母的 我们的儿女 中国人的父母儿女很容易就成为我们的偶像 可以 可以交给上帝 可以来陷进 当你只有这样的这种对上帝的信靠的时候 对吧 亚伯拉罕欠以撒的时候 西伯来书十一章怎么说的 他以为上帝还可以让他的儿子怎么样 再一次复活吗 他走在路上他是这样的 我相信这很正常 因为以撒是承受应许的 他不能死啊 但又要献祭怎么办 那只能复活了 但是上帝用一种出人意外的方式 就是平安 那在以撒的身上 我们就看到真的是 省着这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欲 而且这个时间不能展开 就在以撒的身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很多生命的特质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 顺服 前面我讲以撒他不抱怨 他接受 我们看主耶稣 他这个顺服的一个高潮 就在科西玛尼埃 对吧 你若愿意 就把这背撤去 所以经常证明 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 有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学习这样的祷告 一方面我们要敢敢的求 对吧 我们敢敢的求不要怕 不要在上帝面去不好意思 这个啥不好意思的 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对象 不是对象 就是朋友 男朋友也好 女朋友 又漂亮又温柔又恩惠又怎么样 求嘛 对不对 但求的同时 叫拖 对不对 父啊 若是你愿意 你就给我一个又漂亮又恩惠又怎么样的女朋友 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你看工作也是一样 各个方面真的是 敢敢的求 抱大腿的求 但是 交托的求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一倍 对吧 主耶稣他自己应许的 你们所 怎么样 怎么样要的 你们所需要的一切 天父早就知道 来记住啊 弟兄姊妹妹们 不是你们想要的 这个字很重要很关键 你别把这个理解成你们想要的一切 上帝就会嫁给你们 错了 是你们所需要的 但是今天我们想要的 是跟我们所需要的中间 这个有多少干 那最后一条点 我们也看到以撒的神明 是一个传承上帝祝福的这样一个神明 对吧 他是一个传承 他首先是承接他父亲的来那个属天的这个祝福 是不是 以撒的祝福是因为亚伯拉罕 对不对 会不会 当然有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了 但是因为亚伯拉罕 然后我们看雅各 对吧 雅各的祝福是不是因为以撒 以撒 以撒 所以以撒中间是一个承接的 承接的 这个在二十六章当中 跟他们经文朋友打得出来 就是上帝向以撒显现 就再一次 confirm confirm 再一次坚定了 他跟他父亲 也 confirm 他自己跟以撒 以撒之间的这个约 以撒 然后以撒又把这个这样的一种祝福 传递到他的下一代 所以在西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节当中 就讲到信心的伟人嘛 讲以撒只有一节经文 就讲到以撒因着信 就是什么 指责将来的事给以撒 雅各祝福 他是因着信 那他是因着信 所以弟兄姊妹们 那今天 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 承受的一个祝福 我们都有属灵的父亲 也许我们的爸爸不信主 那 我们都有随禅福音给我们 对吧 这样的一个传承 那 这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都在享受 但是 我们也没有意识到 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 也应当成为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是不是福音在我们里 在我们这里就 烧 我们在中间就自得其乐 我们也没有真正的下心 下心思花精力 那这不容易 就想到过 每一个人 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救恩 如果这个人 可能是他们的我们的父母 我们可以给他钱 我们很孝顺 我们培养我们的儿女 他们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今天很多的父母忙得 忙得晕头转向 就孩子 生怕孩子 做过一样东西 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 他还不信 每天 我碰到他 他就说 哎呀 累死了 哎呀 累死了 那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累 他还会从九点学这个 到十二点学那个 然后今天下午又要学这个 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学这么多呢 对不对 我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孩子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是害我们的孩子 很多不是孩子自己想要的 那对更重要的精神 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里 彼此在进行 我们的孩子信神 如果不信神 他就是成为奥林匹克冠军 那又怎么样 他不还是有一天 四十岁就白发头白的话就出来 六十岁的时候 满脸就皱了 当然我们在座右叔叔 哎呀 屁股还很狂妆 但是这是世人的道路 那我们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也爱我们的同事 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觉得有这种需要 看见 就是他们需要福音 我常常用一个比喻 叫做永生系数 永生系数 对吧 不管是我们的健康 不管是我们的财产 我们的儿女 任何东西最后 你就要加一个永生系数 如果永生系数是零的话 那就不要 那最后就是零 所以看我们今天借着以撒的生命 首先让我们自己 我们反思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真正的信考 像以上那样 以至于我们今天 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生 成为一个满意的福杯 我们代替人的是快乐 不是忧愁 不是痛快 我们也没有看到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都有这样的一个指分 传福音 分享福音 那听说明 传福音 其实最关键的 它不是用我们的嘴巴去传的 对吧 最好 最有效的传福音就是 我们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信主以后的生命的时候 他羡慕 这个 这个是最最有益的 那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浪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觉得有羡慕的地方 我们用祷告 天后我们 谢谢你 主我们每个星期 都这样回到你的面前 主要我们来思想你 给我们的启示 给我们的话语 因为我们相信 主耶稣自己所应许的 主要你自己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主要求你保守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当我们来阅读你 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 我们不怀疑 我们相信 我们信靠 主我们也恳求你 当我们阅读你话语的时候 真的是你将我们的心 变成一个完全的肉性 这样我们能把你的话 读到我们的心里 也求你给我们有智慧 能够让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能够明白 也能够真正的 能够应用到我们的 日常的 生命的天地 地地当中 主要让我们的信仰 成为我们的生命 而不是成为我们的知识 主要是今天接着 我们一起接着 来思想这个 以撒的一生 主要帮助我们 学习接受 更让我们有能力 来享受 让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美好的见诚 这样的祷告祈求 主事奉靠主耶稣心灯 阿们